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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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盖好外观后我想先打造餐厅的前院 所以先在这里放上了魔法装饰 把门口用木头柱子跟石头围栏重新设计一下 用相同的围栏把餐厅的前院范围画出来 一开始虽然说是要盖魔法餐馆 但整体风格设计比较偏向乡村小屋 感觉是不是有点像什么美少女开餐厅的游戏场景 紧接着开始草地鬼画幅 突然想到我还没完成的起始房屋系列 如果大家还有想看起始房屋的话 请先在这部影片按一下喜欢 对我知道有点不合理 但是你都看到这里了 按一下喜欢会怎样 前院这里想做一个草木繁盛的花园 之后也会放一个魔法大锅 希望这里能够变成用餐之外 给客人使用的休息场所 如果成为打卡圣地当然就更好啦 所以这里设计了一个景观座椅区 给模拟市民在这里聊聊天 采取行动 谈谈恋爱什么的 这不是挺好的吗 铺好草皮栽种几棵树 很快前院就要完工了 目前盖到这里应该有盖出理想的样式 检查看看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来进行后院工程 后院也会有一个魔法大锅 还会建筑两间厕所 造景应该会比前院简单一些 在这之前我先设计了一下餐馆周边 同样也是花草环绕 差点种花种到右手食指酸痛 这间餐厅的原先设计是想要给委托礼仪的 想说她嫁给安婆摩根后 可以好好的在这边开个小餐馆 安居乐业 跟老公过过开心幸福的新婚生活 不过自从上次摩根美西 适合了魔法药水15瓶之后 夫妻关系似乎有变化 还有我绝对没有在讲别人的家务事 我是关心 关心一下不可以吗 虽然这次的建筑次序相当凌乱 但终于要上墙壁材质了 这是决定建筑风格很重要的一步 以彩色棚测为灵感 把每栋建筑都涂上不同颜色的木板材质 到这边总算是完成50%的进度了 稍微再调整一下院子的花草植栽 把屋顶的试条安装好 终于要开始进行内部装修了 这间餐馆一开始就使用很多资料片物件 所以内装的部分也打算混搭 不过完全没有使用到自定义物件 主要用餐区用了一些柱子来区隔空间 也可以规划出接待区与后座区 本来在想这样会不会有点像吉普赛风格 不过盖到后面我也随缘了 漂亮就行 主用餐区大致的配置完成 之后想加一些别致的装饰品 像漂亮的玻璃吊灯 还有玫瑰围璃 都可以带动餐馆气氛 后座区是简单两张椅子为主 用藤椅加木头立灯 是希望秤出有一点颓废的魔法风格 另外这个八角形的空间类似包厢 感觉可以举办一些魔法聚会之类的活动 凤凰会来这边密会 我可以帮忙打五折哦 如果是安伯摩根来这边用餐 不用钱 哦呦不是我在说 这个魔法世界怎么这么黑暗啊 最后一个斜向房屋是厨房所在 这里是主厨的灵魂 所有美味都在这里烹调而成 除了有两座主厨料理台之外 丰富的香料蔬菜架 香喷喷的魔法香草高汤 是餐馆高棚满座的秘密 最后才来到后院 这是一个和平的后院 绝对不会出现植物大战僵尸的那种场景 我们要做的只是盖两间厕所 虽然我一度有考虑 是不是放两颗花虫就好了 而且还有第二种用途耶 但是我的理智战胜了懒惰 最后还是把厕所盖好了 之后再添加一些植栽 让后院多加了一张树木景观座椅 还有扫把什么的 看起来比较像后院 盖好后我检查了一下夜晚的景观 虽然有人说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哪黑往哪走 但是有灯光还是会增加气氛的 把灯光都装好后 魔法餐馆就真的大功告成了 是说这间餐馆到底要让谁来经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